好 健康议题 带你来看到偏头痛是肾行率很高的疾病 多数患者会选择忍耐或者是吃止痛药 但是长期用药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花莲慈基医院表示 偏头痛耗发在20到50岁左右 这保险做法就是就医检查 才不会痛到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 并陷入长期需要强效的药物止痛的恶性循环 头痛就吃止痛药是很多人的习惯 在台湾市售成药也方便取得 成为民众家中常备用药 花莲慈基医院表示 就有40岁的民众 从小学开始有偏头痛的困扰 所以年龄增长并况加剧 近年已严重到会剧烈恶心想吐 直到就医后才降低对市售止痛药物的依赖 摆脱30年来的疼痛噩梦 来转诊到我们医院我的门诊之前 他其实一个礼拜头痛的天数都痛到三四天 所以说这个偏头痛其实造成他相当大的困扰 也造成说他工作的表现会受到影响 那就是经过了门诊的使用一些 偏头痛的预防用药等等 经过了两三个月 其实他的偏头痛的情形就大幅改善很多 那后来到甚至到最近 他大概经过了两三个月的治疗的话 他的偏头痛的情形剩下一个月大概剩一两天 那回诊的时候 这位个案就跟我分享说 早知道说吃这个偏头痛的预防用药效果这么好 那他这先前十几年来的头痛 是不是感觉都好像是白痛的 什么是偏头痛呢 那偏头痛是一个原发性的头痛 也就是说我们的头 无缘故自己就会头痛 那他的头痛特色 偏头痛的头痛特色 参有一些特色 像是说病人常常会恶心 怕光 怕吵 以及一些单侧性的头痛 以及波动性的头痛等等 但是常常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形 偏头痛的耗发族群 它常常耗发在年龄介于20岁到50岁之间的病人族群 但是呢其实就是说 他任何年龄都可能都会发生有偏头痛的情形 当然那我们常常说就是说常见是在年轻人以及中年人的族群 常常头痛呢不需要忍耐 那极早就医寻求协助 那针对偏头痛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预防用药可以提供使用 那有机会大大改善你的头痛的品质 华林慈苑神经内科陈俞明医师表示 偏头痛是肾成率很高的疾病 常见为单侧或波动性原发头痛 可能伴随怕光 怕吵 恶心 想吐等症状 常发生在年轻人或中年人20至50岁间 一般程度轻微可是加一科或内科挂号 若叫困难或复杂难治的偏头痛 可加神经科或疼痛科咨询 若民众发现有长期且频繁偏头痛 务必要寻求专业意识的协助 借着长方眼黄律师报导